大家星期日快樂 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你做人的目的在哪裏 坊間你看到不少的報道 香港經濟環境、零售環境 做生意難做 難免困難的時候會令人氣餒 對自己都會失去信心 2015年我去哈佛大學 讀了一個課程 Authentic Leadership 就是一個真正的領袖 找到你真正的北方 就是你要知道 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你做人的目的在哪裏 教授Bill George 就說要行足七部曲 包括自己在內的時候 我相信你看到四方八面 多時都知道 泡事一般 我自己都難免做一些難關 要經過一下 但是究竟 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就行足七部曲 有機會的時候 星期六有個工作坊 心血來潮 十二點到四點鐘 希望你全程參與 五個人一起交流一下 就行這七部曲 又找你的 purpose of life 在哪裏 第一 先要了解你的life story 即是人生的故事 在哪裏 二的時候 就是losing your way 那你曾經迷失的方向又如何呢? 三 你的crucibles 即是一些嚴峻的考驗 你如何去決定 你的learning 又是學到什麽東西呢? 四 你的values 你的principles 即是你的價值觀 你的宗旨是什麽 你解釋得清楚呢? 第二 你知道之後 你的strength and weaknesses 你的motivation 藥處弱處 你的推動力在哪裏 你又知不知道呢? 還有第六 就是你的sweet thought 你找到 你做人的甜點 在哪裏 你應該要發力呢? 還有最後 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知道你七部曲之後 你究竟做人的人生的目的在哪裏 你清楚之後 你的心態 你的意志 希望都會強很多 有機會的話 接下來星期六 9月7號 12點到4點鐘 身份在中環 上下五外 你阿仁少少容易聊天 還有 I can also everyone 有興趣的時候 Whats up 你有卡片給我的assistant Asuki 5661335 再聯絡你的時候 就詳情是怎樣 希望你盡量全程參與 這樣就一起 很深深的分享 大家見到 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下足以上七部曲的時候 希望大家 在逆境中的時候 是晴天來的 像今天這樣 end of the tunnel 是曙光來的 更加強意 翻譯Purpose of life 有機會到星期六見你 我姐爸是Suki Bye Bye